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播放作为年末的赫岁片 那山河故人有朋友说 陶哥 天注定他讲述的是一个平面的故事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段 在中国的同一个地区 那发生的不同的故事 那这不同的故事凑起了天注定 命运所致 无可奈何 但现实中发生的故事 那天注定讲的是四个故事 那山河故人不是 是一组人出现了两代人 乃至三代人 以时间为轴 从1999年开始到2025年的结束 他讲述了以时间为轴 按照他的广告片说 我们都是时光的浪子 那走过了在中国变化巨大的过程 以及在他的眼睛里 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的未来 不是中国的未来 因为如果谈到中国的未来 在影片中 他拍摄到了2014 2015 而那里面他展现的是什么 空了 父亲走了 老公离了 儿子走了 旧有的恋人 跟别人成家了 他什么都没有 影片里面的女主角 什么都没有 贾章科用了非常长的镜头 来描述那空房子 当涛的父亲病逝之后 所以他认为今天的中国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那未来是什么 未来只剩下人了 对吧 未来只剩下人了 所以在有些人看来 山河固人 他的深邃度 他的思考度 他的思想层面 他对人 生命 未来 命运 那种探索 包括对希望的可能与否 远远深刻于天注定 那我个人觉得 也可能是 因为天注定 被国内的这个审查机构给封杀了 但是山河固人没有 山河固人 大家看到 我们也没听听见他 有过多的删减的说法 没有 那而山河固人 他描碎的 影片展现出来的爱情故事 如果谁要把它当成爱情故事 家庭伦理片 我觉得就被骗了 他真正展现的是命运和希望 在我看来 他真正展现的是命运和希望 而山河固人 这固人用的两 这个字用的非常特别 固人里 我们讲了 站在2014 2015 讲了1999年 那时候的人 走到了今天如何 走到了未来的十年之后 又将如何 但其实影片里还有一个人 关公 因为他讲的是山西这个地方 而山西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关公是山西人 关公在民间讲的是什么 人中的义 对吧 人中的义 那对于山西人而言 那关公又何尝不是故人呢 影片里出来了一个小伙子 拿着青龙雁月刀 影片里也出现了 包括梁子和梁子在井里面 在这个矿井时 其他的那些下井的员工 回来的时候 拜了关公 都有关公 所以这故人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 当你把它看成爱情故事的时候 你看到了这影片里 一女两男 当你看到关公的时候 你看到了中国的故人 义 所以我说 这影片里描绘着两个层面 一个是命运 一个是希望 这命运当中 贯穿着影片的自始之中 在他的宣告片里面 讲得很清楚 对吧 我们都是时光的浪子 我们不要有拘束 我们要勇敢的去爱 这讲的是爱情的故事 可是影片最一开始提到的是 1999年 这是什么时代 这是什么时代 这是在中国的政治当中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 1998年 江泽民干掉了陈希同 那江泽民真正掌权 从1999年 到2014年 这个15年里面 是真正江泽民的年代 中国人的大国崛起的年代 只认前六亲不认的年代 有朋友说 你别 一个爱情片 你别跟政治扯上关系 贾张科要不拍出的片子 要不有社会问题 里面不包含着中共体制当中 这政治的社会氛围的话 他就不是贾张科 他就不是贾张科 他讲的是 99年之后 到了2015年 全都空了 那2015到2025年的电影 那是漂泊在海外的 中国人的故事 他想回家 但回家的路都不知道 那是影片的第三部分 而这其中 贯穿着整个的命运之所在 命运之所在 在影片的最一开始 我们看到的 他还用的那种小片子 对吧 一个女孩 两个男人爱她 两个人 男人都要娶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称为命运 赵金生 人家是有名字的 人家出生在山西 人家有钱 人家买了矿窑 梁子 可就没有名字了 梁子 你看他们居住的地方 都是那种土山梁啊 有着地方的含义 等到了女主角叫涛 那他的大名字 那他的大名叫沈涛 可是影片里叫的都是涛 涛 让我想到的 就是涛生 依旧 一切如故 在他身上 没有改变 但是命运的一切 却是在涛的身上的本身 影片里我们看到的最一开始的选择 对吧 是选择哪一个男孩成为他的夫君 在影片的整个第一部分 也就是1999年 他选择了有钱的张进生 他怎么选择的 他在低厅里选择的 对吧 他在跳舞的时候 张进生去了 然后他搂了张进生 选择了 而那种摇着脑袋 而且在这个影片里表现出来的 那种模糊的概念 也就是说 当时的沈涛 只不过顺应时代的风格 只不过顺应时代本身的价值观 而选择了他 至于情感是什么 他留了一部分 这是一种时代的概念 而那时代的身影当中 有一个镜头很深刻 张进生开着解答 撞了黄河第九弯的碑 发展是硬道理 冲击着中国真正传统的命根 他的文化黄河 但没撞到根 没撞到那个碑 而碎掉的坏掉的是那两截打 德国技术贼棒了 那这里不就明确的显示出 涛选择了张进生 适应了时代 但他必将遭到报应 他无理而转的 但他的命运 是与他的选择直接相关 所以走到影片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的 沈涛 家破人亡 他选择了张进生 他从利益的价值的官的选择 也就促成了 在影片第二集的时候 张进生带着孩子 离他而去 去了上海滩 搞风投了 去了上海滩 搞风投 那作为涛 就剩他一个人了 在这个时候 在第二集里面 梁子出现了 因为情感的纠葛 梁子不准备回家了 但是呢 到了邯郸 下了梅窑 又得了那种肺劳病 他没有钱财 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 这种人 找了个老婆 生了个娃 没了钱 得了病 只能回家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四处求人 要去治病的时候 没办法去 没人能帮上他 那最终呢 是他的媳妇 又找到了沈涛 而他媳妇 找到沈涛的原因 是因为在他梁子的家里 里面有着沈涛结婚的情节 凭借这个情节 找到了沈涛 沈涛带着梁子扔掉的钥匙 表明沈涛一直对梁子 情意置身 希望梁子能成为他的家 但是当他来到梁子的家里面 看到了那个场景之后 他只能把他的冤冤还掉 给了梁子钱 梁子治病 还给了梁子家里的钥匙 沈涛什么都没有 对吧 沈涛什么都没有 而他自己的父亲 坐着火车 要去看战友 没见到战友 死在了火车站上 这里面什么意思 人生就是客战 人的一生颠簸陆离 追逐着利益 追逐着情感 但他会死在旅途中 这是命女 父亲没了 那老公走了 恋人与他人成家 而且获得了一身病牢 那也是他的命女 对吧 也是他的命女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沈涛就变得什么都没有 而这一切的决定 却与沈涛本身 在当初决定 嫁给张进生 直接相关 直接相关 所以这是命运的捉弄 这是命运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 涛这个角色 到了第二集 到了什么都没有 到了他的儿子回来 问他叫妈咪 烦死他了 对不对 叫妈咪的时候 烦死他了 所以你必须叫妈 什么妈还咪了 这里面都表明 是沈涛自己的决定 给后来的自己 带来的伤害 相生相克的道理 相互报应的道理 今天做的事情 是你明天出的事情的原因 今天给别人铺一条 放一块砖 明天人家还给你一条路 今天你由着性子 不从人的灵魂的角度去思考 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你做出了选择 明天的利益将给予你沉重的回报 这一份回报 可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我说不是金钱的 不是财富的 但是对你生命的 直接的回报 所以影片里标描绘出命运的概念 到了2025年 沈涛的儿子长大了 但不会中文了 跟自己的父亲交流不了了 而自己的父亲到上海滩搞了风头 带着他在反腐之际之前 2014年 他跑出了大陆 躲到了澳洲的黄金海岸 买下了具有海景的高级的公寓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 他连儿子都没了 他的儿子 与他完全交流不了了 那同样是张进生的命运 而作为儿子的本身 失去了对母亲的任何的记忆 只留下痕迹 出现了不伦之恋 不伦之恋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孩子 自小离开了亲生的母亲 跟着后母在上海叫妈咪 那个妈咪就是一个过客 所以当来到澳洲的时候 妈咪也没了 在他的印象中 只剩下那么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曾经嘱托过他 女人叫涛 你应该回家 儿子出现了不伦之恋 去迷恋自己的中文老师 一个从山西梅谣出去的孩子 去迷恋一个中文老师 因为这个中文老师 在他的生命深处 与他的母亲的年龄 和他的行为相仿 这就是命 对吧 但我们说又有希望 这希望的一切在哪 希望的一切 这些贯穿史中 我们倒着说 2025年 沈涛在过年的时候 再次包了饺子 牵着那只 一只小狗 因为那只老狗 15年之后已经死了 牵着那只老狗 又来到了雪地里 来到了文风塔前 这文风塔代表着 在中国的传统中 在他的这个影片里 所阐述的这个地方 是中国非常著名的 一座文风塔 据说是最高的文风塔 里面包含着佛家 儒家的某些道理 也就是包含着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那沈涛在剁饺子馅的时候 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涛 有人在叫他 影片显现的概念 每年的这个时候 他都会跺脚子下 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有一个声音在叫涛 那是他给予他的希望 这里面 影片并没有阐述出 任何灵魂的概念 但是影片里表现出 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人的灵魂的部分 生命是相通的 无论另外一个人 与你隔着有多远 天涯海角 但他的呼唤 能在你的心中产生共鸣 所以有着儿子的 那种涛的呼唤 有着文风塔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概念 贯穿着始终的命运 与希望 在影片的中间 涛的父亲死去的时候 是和尚看到的 对吧 而在影片的开始 三个人同样来到黄河边 来到黄河地九湾 来到了文风塔前 这就是他在影片里贯穿的希望 这种希望是指着民族的希望 中国人的希望 而不是这个制度 因为那个制度 他已经完全兵器掉 一点都不再提了 影片里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孩子 扛着一把青龙咽乐刀 在第一 在1999年出现了 在2014年出现了 但是在2025年没出现 在第一级 梁子在收那些下井员工的 那些工具的时候 那里有 下井的人上井之后 败官公 到了梁子第二级 梁子在邯郸下井 家里供着官公 官公成为了山西人的守护神 守护佛 你叫他什么都请 他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的 当成财神在拜 不是的 因为是那些矿工 下从井上上来之后拜官公 那表明他的安全 对不对 是一张守护的概念 两次出现官公像 两次出现一个孩子的青龙咽乐刀 意在人中并没有失去 但意在人中 在发展的过程中 在1999年 被利益所砍掉 影片里是这么描述的 所以有义在 有官公的义在 有官公的形象在 有黄河的九曲在 它叫黄河第九弯 无论现代的物质社会如何的冲撞 它并没有撞到那个石碑 中国人的精神在 中国人的灵魂在 在哪 在文风塔 所以影片里从一开始到一结束 我们看到的就是 作为贾璋科而言 他对中国的未来始终是抱有希望 而这个希望 却是在中国人的内心中 在中国人的灵魂中 他没有指出灵魂 对吧 而时代的变迁 命运的变迁的一切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时代是不可抗拒 那在我的眼睛里 我跟大家分享 时间是个神 那时间是个神 只不过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所摆放的自己的位置 那另外一个 他反衬出来的 作为社会的背景 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反映在张晋升的身上 张晋升在影片的第二段没有出现 出现在第三段里面 他买了很多把枪 他跟儿子发生冲撞的时候 跟儿子说 不错 这地方是自由的 我可以买枪 我可以买很多枪 但我却没了敌人 我问你 什么叫自由 这句话问得很绝 他没了敌人 张晋升赚到钱 能够跑到澳洲 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 一直是拥有着敌人 他战胜了敌人 当时的他多么渴望着有一把枪 能够把敌人杀掉 曾经的梁子就是他的敌人 为了一个女人而撕毁了兄弟之间的意 那张晋升来到了澳洲 在反腐的2014没有倒血煤 他是风头吧 他风出去了 没倒霉 但是他在澳洲的本身 那样田园般的生活 海景的公寓 和高尔夫球场的那种忧郁的物质生活 他却成为了一个孤独的老人 连他的儿子 他一手培养出来的 只学英文的儿子 背叛了他 跟他在精神上 在人的生命本身上 没有任何连带 这同样是报应 同样是命运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影片贯穿着命运和希望 所以影片到最后 涛在文风塔前 下着雪 却跳起了年轻人的舞 那是留下的希望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涛歌坎电影 贾张科的山河故人 那在我眼睛里 确实他是天柱定的续集 那我们不知道 他人家会拍几集 天柱定呢 在同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以空间作为轴 作为一个平台 展现四个故事 那山河故人呢 以时间为轴 那展现了一组人 在1999年之后 不同的时间段里面的人的故事 这个同一组人 不同的时间 所以他跟天柱定 确实能够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让人们能够了解掉今天的中国 在过去十几年里 乃至二十年里面 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在民间 在社会 在那些具体人身上 所发生的改变 所经历的过程 而这其中 在贾张科的眼睛里 一切都是命运的 是固定的 是人 无可奈何的 所以他在宣传片当中 在给台湾的宣传片当中说 我们都是这时光的浪子 你无法把握时光 那作为浪子 你只能被时光所驱除 被时光所任意的 你叫蹂躏也好 对待也好 一句话 你逃不出去 你逃不出去 而这命运的一切 非我们人力而为 而这命运的一切 它最终的结果 却取决于 每一个具体的人 在这时光流逝的过程中 你的选择 你今天的选择 就是明天 好与坏的 直接的结果的原因 这就是命运 这是佛家里 相生相克的道理 这是佛家里的 善恶有报的 一个直接的表述 对吧 一个直接的表述 那带有希望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影片的最后的结束 作为母亲的涛 却跳起了年轻女孩的舞 却在文风塔的前面 在大雪过年的时候 包好了饺子 去等着儿子回来的概念 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饺子 但是呢 他故意包了那么多 因为有儿子的 本身的东西 在影片里出现了三次饺子 第一次 影片最一开始 他跟梁子一起吃饺子 张晋升不吃 所以他表明 梁子跟涛之间 是真正情感 生命之间的关系 而涛与张晋升 是现实利益的关系 尽管都是朋友 也就是说 当时的涛 很势力 但是我们又说了 时代的嫩潮儿 谁又不势力呢 对吧 所以这是 在贾张科的眼睛里 那是一个悲剧的 无奈的东西 而到了影片第二集的时候 是儿子在自己的父亲死去之后 儿子回到了家里面 给老爷送葬时 在母子将要分开的时候 那涛给儿子抱的饺子 那个时候呢 是涛家的饺子 送到了儿子嘴里面 他把自己的情感 希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 影片结束的时候 自己包饺子 对吧 因为影片的第三部分 通篇讲的都是儿子 与那女老师之间的 不伦之恋 与父亲之间的冲突 只是到影片的最后 才回到了中国 回到了家 而这个时候 身为母亲的涛 只能包饺子 包饺子的过程中 可以听到儿子叫涛的呼唤声 那当时影片表现出来 表明每年他都可以听到 那是涛活下去的希望 他包了那么多饺子 但是呢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这是影片自始至终灌输的中国民间 具体的人的希望 那影片最一开始 第一部分 它展现什么样的价值 它展现了一个时代的背景 那个时代的背景是1999年 1999年 在影片里展现出来的 一个是真正的情感 以涛为中心 一个是真正的情感 他与梁子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利益 张晋升与梁子 和涛之间的故事 很简单 那作为年轻人 两个男孩都看上同一个女孩 那两个男孩看上同一个女孩的时候 作为梁子 不离不弃 让涛自己做决定 那作为张晋升 一个有钱的人 一个顺应朝代的人 一个把煤矿可以当菜价买过来的人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知道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是一个撕毁 男人之间情义的人 他撕毁了义 他把梁子 从他买过来的 这个 从他买过来的 矿窑当中 轰走了 对吧 因为抢女人 而对女人 他直接讲 你是真傻呀 你是装傻呀 我有钱 梁子能给你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但我能给你 你自个看吧 对吧 所以涛是在低厅里面 晃着脑袋 抱住了张晋升 晕掉自己 忘掉情感 而选择了利益 那是时代的弄潮儿 那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而影片里的一开始也提到一个概念 开着捷达车 那撞上了黄河第九弯的石碑 99年开启的大国崛起 大屁股崛起 利益的一切 现实的一切 战友的一切 欲望的一切 在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的 中国人的民间的文化 冲击着人间的意义 冲击着做人的基本的道义 冲击着做人的基本的道理 也在那一年 信仰真善忍的人 遭到了迫害 这是在 我认为是贾张科 在拍这个片子当中 在选择这个时间上 他没选择1998年 他选择了1999年 那作为中国人的精髓 在1999年的选择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一切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个 中国人走向了今天 走向了2014 2015 变得人本身的空虚 人性的一切 人的道德的一切 人的灵魂的一切 都被一个字代替了 钱 中国人太穷了 穷的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钱了 成为钱的奴隶 成为钱的 本身的被驱使者 影片里在第一段 在我的眼睛里 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而影片里比较有趣的 有一段故事 就是我说了 有一个小孩扛了一把刀 对吧 有个小孩扛了一把 青龙艳月刀 那个影片的出现 是张进生跟梁子 为了涛而分裂时 出现的镜头 而当涛选择了张进生之后 到梁子家去找梁子 去送请柬的时候 梁子走了 梁子把家里的钥匙 扔到房上去 自己拿个破包走了 对吧 而 而那个时候 周围涛 骑着车 顺着山梁 往家走的时候 他中间多了个镜头 一架飞机 失势掉下来 摔在谷地里面 一开始我没看懂 他什么意思 其实 那个镜头 飞机掉下来 摔碎了 那当时只有 沈涛一个人 在路边看到 一条大路 人生的路 而在人生路的过程中 一个趋势力者 一个攀高者 将摔得粉身碎过 飞机的失势 涛的定格 在贾张科的眼睛里 预示着第二级 涛什么都没有 一生什么都没有 而在影片里 另外一段故事 就是当 涛跟自己的父亲 在火车上说 他交了个男朋友 是谁的时候 那作为父亲 离坐 来到了车厢中间 望着车外 滚滚而去的 这样的景致 一副茫然 在他的父亲的眼睛里 他知道自己的女儿 选择了一条错的路 但这条路 同样是命运之路 作为父亲的他 同样是 无可奈何 所以在第一集的 影片当中 我觉得 非常有趣的 就是 几个特别的镜头 捷达车 撞了 黄河的 第九万 那里面 我们看到 黄河上 有冰 那是黄河 特有的 灵讯 所以用炸药 去炸灵讯 是 防止 冰把 河 黄河本身的 水 顶起来 那样会造成 那个地区 发大水 所以 你看到了 在隆冬的季节 黄河上 结冰 从上而下走 那是黄河 特有的东西 那这里面 在我的感觉当中 就是 他到底 甲章科要表现出 这融化的冰 被炸到的冰 到底是一种 光芒的概念 还是一种 寒冬的概念 不是很清晰 但有着 时代的描述 确实有着 时代的描述 所以第一个 影片里面 他拿出的 山河故人的本身 就包含着 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 在1999年的时代 在中国大国崛起的年代 在江泽民真正掌权的年代 中国经过15年 走向人性与道德的崩溃 他真正的隐喻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那样 而这崩溃的一切 就是物质 战胜了人的道德 人性 与中国人 最淳朴的 像那 像那文风塔一样 他传统的东西 没有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涛哥砍电影 贾张科的山河故人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两集了 而山河故人里面 在贾张科的眼睛里面 真正开始的 讲的山河故人 是从2014年到2015年 也就是影片的中后部分 才是真正的山河故人 那他的前半部分 只过去讲了谁是故人 曾经的故人是什么样 对吧 里面包含着当时的那些故事 也就是在讲述着山河故人 影片里真正发生的事情 他的原由 是那1999年 那进入到他中心的部分 山河故人的中心部分 给我的概念是什么 人去楼空 是15年的结果 这是我们在影片中 跟大家曾经 在第一集的砍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的 里面的女主人公 沈涛围绕着他 所有的人都消失了 最后只剩下 沈涛自己一个人 剩下了一个希望 他的儿子 作为山河故人 剩下了一个母亲 给了儿子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有大门的钥匙 有进屋的钥匙 这是留下了一个没有根的命运 漂泊的命运 影片里面的解说词也是这么用的 那在影片的后面一开始的时候 对吧 也就是山河故人真正的影片开始开始的时候 一对新人结婚 那那一对新人 应该是沈涛的下属打工的 而同时间出现 是沈涛的曾经的恋人 梁子 在寒郸 下摇 下摇 我们看到那大澡堂里的洗澡 脸漆黑一抹 那是讲的下摇的环境 而这些人 恐怕都会容易染上肺牢 工作的环境造成 作为一个农民工 作为一个离家背井的打工者 他没了家 他建立了家 有了自己的媳妇 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家里面另外一个供奉的 还是关公 关公成为了山西人的根 对吧 成为了他山西人做人的基本的一个道理 一个准则 那关公讲的是义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分享过 可是那得了肺牢的梁子 他无处可去 他只能回家 因为他在外面交不起那些租金 交不起这个 交不起那个 那好歹 他回到他自己的家 他还有一个 在15年前 愿而出走时的 留下的家 梁子回家 却带着老婆孩子 没了钥匙 因为钥匙被他扔了 他曾经说过 我绝不回家 但他回了家 用锤匙 用锤子砸开了家里的门 家里依然无故 但是满步尘埃 这里反映的 是从1999年到2014年2015年 这繁荣的大国崛起 对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的一个结果 什么都没有 15年回来 还是一个起始点 跟离家时一样 但他多了一个老婆 多了一个孩子 那是自然的产物 人生命自然的过程 所以影片里揭示出梁子回家 在直接鞭挞 中共体制之下 在江泽民99年开始的 统治的过程中 那大国崛起的过程中 跟普通老百姓 没有任何关系 给他们带来的就是伤害 给他们带来的就是伤害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贾张科的影片 绝对不是爱情故事 他在时间的选择上 有他自己非常清晰的 内在的要求 那走投无路的梁子 走投无路的梁子 曾经找朋友要去借钱 对吧 但是朋友说 要去什么 什么原来 去哪里国家 要去弄石油了 这个中海油应该听起来是中海油 那梁子说可能有希望 但是呢 他想出国 想出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要凑钱呢 要凑出抵押金呢 卖身器 真的 那是卖身的钱 中国人走出自己的国门 给中共赚外汇 还得自己掏钱 押上自己的命 这是现实的生活 那梁子拥有着现实生活中 在山西人的眼睛里的观光的意 所以当听到朋友这么说话的话 他不敢借钱了 不敢再张嘴了 他不能再说了 对不对 在梁子骑车回家的路上 有一个场面 一个男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 在那儿烧 在上坟 在烧纸钱 那里面 为什么在那儿烧纸钱 是在第一集里面 偷从梁子家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那架飞机掉下来的地方 而当梁 十五年之后 梁子从那儿过 那女人带着孩子长大了 去纪念那死去的丈夫 他再次描绘着这十五年 什么都没有 十五年 大国崛起的中国的十五年 什么都没有 这是恐怕在很多人眼睛里 他不懂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贾张科 在故事当中横穿了这么一段 什么都没有 只有死去的人 只有过去的人 只有一个念头 因为当初的涛 就是骑着他的小奔门 后来的梁子 骑着他的破车 梁子无处可去 梁子的媳妇找到了沈涛 找到沈涛的原因 是拿着沈涛当初的结婚请柬 这里面暗含着人的情感 暗含着无奈 那真正更深刻的是命运 2016年 我跟大家说是命运和灵魂的一年 面对着命运 每一个人都会撞击着自己 生命的内在的灵魂的部分 你无论你认可灵魂 不认可灵魂 但现实的命运的一切 一定会被撞击着 沈涛去了 知道梁子有麻烦 但今天的沈涛没有办法 因为人梁子结婚了 有孩子 有老婆了 所以他只能把梁子家里面 被梁子扔掉的钥匙 还给了梁子 带着钱 了去这一段情战 还给梁子钥匙的时候 影片里用的镜头 还是那个原来的钥匙 一点都没动 沈涛对梁子的情感 一直保持到梁子回到了家 所以在那样的一段结束之后 梁子再也没有在影片中出现 没了 因为全都没了 那沈涛也全都没了 这一段过去之后 自己的父亲要去看战友 到沙河 死在了路上 死在了 等待着战友接他的车站上 这里面 在他死的时候谁发现了 河沙 所以在贾章科的眼睛当中 人的命运 中国人的命运 在他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只能从这传统的信仰中 再寻找答案 无果无根的命运 只能寻求灵魂上的可能 在这一点上 在这一点上 就跟汪家卫的一代宗师的结束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那父亲的突然骤然的去世 那沈涛只能去把父亲接回来 想一想 想一想 老公已经上上海 风头去了 那一直等待的恋人 结果是带着老婆孩子 拖着病身回来的 唯一的依靠的父亲 骤然离世而去 影片里 在那 在那段影片里 贾章科非常突出的 就是人去楼空的场面 2014 从1999年大国崛起 张晋升开着解答 撞了黄河第九弯的碑 15年未来 最终的结果 人去 楼空 中国什么都没有 人都没了 只剩下钱了 只剩下钱了 他的隐喻就是这样 所以影片里 在这样的大片段结束之后 他唯一的希望 是找回他的儿子 那影片里 大篇幅的第二段 介绍自己的 他与儿 涛与儿子之间的故事 但是儿子管妈叫妈咪 因为有后妈 面对妈妈 那儿子也就听了妈妈的话 因为没有办法 但是儿子上的是 上海的国际小学 准备是出国 有着后妈 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儿子的心 却在后妈身上 跟亲妈 完全是隔开了 儿子在晚上 可以跟后妈 透过IPA进行联系 但面对亲妈的一切 他只有茫然的神情 那随着时间的流失 涛带着儿子去 故意坐这些慢的火车 跟他分享着 自己曾经跟儿子的父亲 所听的那首香港歌曲 追回那已经失去的记忆和生活的片段 把钥匙给了儿子 希望儿子能够记住 这地方是你的家 无论你飞多远 无论你去哪里 对吧 这是给儿子最后留下的东西 那里 影片里很特别的 就是 他给儿子包饺子 过年了 包饺子 把饺子送给了儿子的嘴里面 儿子说好吃 在影片最一开始 涛是跟梁子分享着一盆饺子 饺子 中国人的传统 连着一条线 第二段 2014年2015年结束 是一个人去楼空的年代 是今天 大家对比一下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我们看到的一切 我们损失的一切 就像冯小刚的老炮一样 剩下钱 只剩下钱 什么都没有 没了规矩 没了做人的理 人在现实的生活中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走到了今天 是一个不是人的生活的氛围和环境 人想真正恢复人的生活 只能重新再来 没有任何去处 那在影片里进入了第三段 幻想的一年 十年之后的 2025年 讲了那个儿子和爹的故事 十年之后的儿子 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 父亲跑了出来 但儿子跟父亲已经是直接对立的两代人 中间完全是裂变的 儿子在上中文课 因为他要学中文 一个在山西出生的孩子 却要在海外学中文 当老师问他妈妈是谁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那曾经被他称为妈咪的人 已经根本不存在了 但自己的母亲在哪里 他也只知道在那个地方 但他已经不知道他的真正的母亲是谁 什么样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讲自己是试管婴儿 不知道妈是谁 也不知道爹是谁 因为他跟他的爹是冲突的 他不承认不接受他这个爹 有钱的爹 影片里展现他的生活环境是有钱的 但他厌恶讨厌这种生活 因为在他的生命的内在的本源 尽管他是一个试管 婴儿被自己称为的 但是他有着那么一份痕迹 有着那么一份印象 有着那么一份无法抹去的记忆 进而跟这个中文的女老师张爱佳演的一个成熟的女人 一个跟自己母亲相仿的女人 产生了不伦之恋 那那段讲的是张爱佳扮演的这个女老师 他反映出了西方文化当中的价值 也就是说在西方的文化的概念当中 中国人无论你在那里住多久 你都不可能适应了 因为老师跟自己的洋人老公离婚了 结果洋人老公找他 找这个女人 结果他们在这个孩子的餐馆里面碰面 而这餐馆里面碰面的结果是 那个洋人的老公竟然管他的曾经的妻子 要电费 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时间里面 店费 家里的店费是老公付的 是这个洋人付的 那当然给这个老师气坏了 所以老师就说 那你曾经的如何如何是我支付的 西方的文化 什么都没有 就剩钱 一干二净 人与人之间 在我的眼睛里就像配种一样 就像需要一样 试管婴儿不是配种吗 他没有了中国人传统人性的一面 其实这是影片里否定了西方的 现在的所谓的礼貌的文化 他的虚伪性 直接否定了他的虚伪性 没有真情所在 只有极端的自私 那不是中国人 可是偏偏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刀了 对不对 张道乐 叫张刀了 一个出生在中国黄河边上 第九弯的孩子 去奔享了一个刀了 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这个制度不改变 这个环境不改变 毁掉整代人 毁掉整个中国 所以我记得影片里 我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很奇怪 影片里真正的名字 只有张进生 然后另外一个男人叫梁子 对吧 描绘着他们生活的地方 都是土山梁 那涛 涛生依旧 这个涛用了赵涛的本身的涛子 那这个涛子有着一种眷恋 有着一种内在的女人的氛围 而这个孩子 叫刀了 要把中国的未来弄到美国去前 只剩下钱 只有刀了 最后他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影片的中心 放在了涛身上 放在了母亲身上 那 在这样的布伦之恋的错 这种交错之下 为什么产生了布伦之恋 因为刀了要在他的记忆中 有母亲的痕迹 也就是 在万般无奈之下 那个孩子跟母亲 跟涛在一起的那一段火车的旅程 吃饺子的故事 和开车送自己的爷爷死去的过程中 给孩子留下了印象 那也是孩子唯一能够记住的印象 寻找这家山河的母亲 寻找自己的根 在张爱家扮演的女老师身上 她看到了 她感受到了 所以产生了布伦之恋 对吧 所以产生了布伦之恋 而影片的最后的结束 是张爱女老师要陪同刀勒 回山西去找他妈 结果旅行社呢 把他们当成了母子 那刀勒心里 自尊心受到伤害 反而离开了那家旅行社 当他们离开那个旅行社的时候 我相信这里面是有一些裁剪了 因为影片接不上了 他们来到了海边 他们来到了外面 那张爱家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 她知道刀勒心里想的是什么 所以只跟她说了一句话 回去去找你妈妈吧 对吧 回去去找你的母亲 那影片在这边就结束掉了 转回到自己的母亲 在剁饺子下 那剁饺子下 这个时候 她听到了在地球的另外一侧 那作为这个儿子的刀了 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叫涛 面对大海 涛生依旧 一切不会改变 但涛在哪里找到涛 不知道 所以里面有着佛家的文化 包括和尚 包括文风塔 当她从内心深处 嚷出涛字的时候 在大洋的另外一侧 母亲正在剁饺子下 听到了儿子的呼唤 她停顿了一下 然后烟然一笑 继续剁她的饺子下 那意思 每年她可能都会听到 儿子还在寻找着她 内心的呼唤 灵魂的呼唤 内在生命本身的概念 被命运捉弄着 而这命运的一切 却与自己人的欲望相关 与这个制度有关 与这个环境有关 她摧毁的一切 中共体制之下 大国崛起之下 那江泽民主政的年代 无论怎么样 都是一个插曲 她是摧毁了中国人的几代人 但是她无力摧毁中国人的内在的根 内在的根 信仰和灵魂 才会出现 沈涛在影片的最后 再次来到了文风塔前 但牵着那只狗 是一只小狗 不是那只张晋升送给他的狗 一代人去了 时代去了 今天所谓大国崛起的一切都没了 但是中华民族依然有希望 在传统的文化中 在人们的每一个人的灵魂中 它能够重新焕发起 他内心的情感和内心的生命的本身 影片是这样的方式结束的 所以我说 其实山河固人 他真的应对了我跟大家分享的那句话 2016是人们认知命运 和自己灵魂的一年 每一个明白的人 在自己的氛围中 在自己的环境中 在自己的事业中 在自己亲朋好友 简单的生活中 你都会体会到 2016是命运和灵魂的一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